在如今的国内 马路上的绿排车是越来越多了 很多的车型也在逐步的加速电气化 但是在国内依旧有一部分人依旧是追寻着一些经典 比如说他们脑海中还存在着虎头奔的印象 三宁的Ever 大宗的甲克松等等 如果你还记得这些车型 说明你也老了 而今天老张我到底实败的这台车 它的第一代车型在2007年问世 虽然没有非常厚重的历史底蕴 但是它依旧继承了他们整个车企 整个品牌的一些基因 一些元素 浓郁的英伦绅士风格也刻在它的骨子里 没错 就是我身旁这一台捷豹的XFM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道点示范 我是全章 如今的这一款捷豹的XFM 可以看作是第三代的车型 和第一代初代的车型是完全不一样的设计风格 显得比较符合如今的摩登时代 那么整个前列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捷豹家族式的一个造型 风涡造的中网 立体感非常的强 中间红色的小豹子的车标 特别的吸睛 两侧的大分子也是经过了扁平化的设计 双L型的日行灯带我相信增加了它的辨识度 而且整个前包围的造型也特别的运动 虽然这是一台中大型的轿车 商务型的车厢 但是你看依旧保留了非常硕大的一个导流槽的造型 并且内部也是蜂窝状的设计 所以依旧是一个西装暴徒 整个车身侧面的造型依旧是非常优雅的 因为毕竟这是一台XFL加长的一个车型 所以可以看到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修长 腰线非常的平直有力 那么熏黑的轮廓也增加了一丝运动的风格 我们这个颜色就是它的主打的类似于祖母绿 复古绿的颜色 可能今天天气不太好 如果在阳光下的话 其实这个颜色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可以凸显出它非常优雅的英伦绅士风格 车尾一就是非常浓郁优雅的英伦风格 首先老张最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它的一个尾灯组 内部两个圆弧形的一个灯带 夜晚点亮之后也是非常的有辨识度的 而且即便这是一辆中大型的一个轿车 有一些商务的属性 它的尾箱盖上面依然有一个微微上下的小压尾 双边共两处的排气依旧保留 所以在绅士和运动中 它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OK 现在来到了车尾 来 打开尾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价位到了 电动尾箱们应该是有的 然后打开尾箱之后 整个内部的空间 内部的近身是非常OK的 四周都是采用了这种直绒布的一个包裹 我觉得作为这样一个级别的车型而言 这样的后备箱空间绝对够用了 即便是后排不支持46比例放倒 你会拿着它拖银大物件吗 坐进这一台捷豹XFL的车列 一切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捷豹的家族式的设计 英伦的风格非常的浓郁 因为毕竟这一代的捷豹上市已经很久了 而且作为2022年其实小改款的车型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我们试驾的这一台车是顶配车型 也就是2.0T的一个顶配车型 所以可以看到会有一些很多只有顶配专属的一些配置 全景的仪表显示的风格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就是捷豹的那一套东西 而且它也是可以把导航的地图投射在全景仪表上面的 所以整体的感受也是和现在的这种科技流行所结合 它也有HUD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整个中风台上方都是软性的材质也有缝线的工艺 看起来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整体一个贯穿式空调出风口的造型 其实真正可以出风的就是大家都懂的 左右然后中间两个 而且有一个细节不得不点赞 就是你看在这个空调出风口调节的这个把手上面 也有一个捷豹的一个英文字符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OK然后再往下方的是这种木纹的试板 然后再往下就是这种棕色皮革 我记得还有一款红色皮革可以去选 所以就看你们自己的喜好了 流媒体的后视镜也是与时俱进了 而且显示的效果很细腻的 你看我后面有一台车 其实看起来的整体效果还不错 车牌也是若隐若现 看的其实蛮清楚的 然后这个中风屏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内置的那个操作系统 也是那个捷豹路口那套 Incontrol OS 2.0的一个系统 用起来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熟悉捷豹的效果应该非常熟悉了 然后下方也是这个祖传的旋钮式的一个空调控制器 然后其他的按键都是触控式的 看起来其实科技感非常好 但是它比如说调节风量 你要把它拉起来才能调 然后调节温度 你要把它按下去才能调 第一次接触可能会有点上手比较困难 但是用习惯了之后 其实还是觉得挺有趣的 下方是一个开放式的储物槽 里面有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面板 再往后这一块区域大家也已经非常熟悉了 这个电子挡霸的造型我确实非常的喜欢 外圈是水晶的样式内置的一个捷豹的logo 我觉得如果XEL能够换上AXFL这套内饰 那销量肯定还要蹭蹭蹭的往上去涨 给我开关在这里 这个是驾驶模式的选择 后面是一个带盖板的杯架 外侧也是用了这种木纹的饰板去做一个点 所以这一点非常不错 整个扶档箱的盖子 其实它做的比较宽大 然后上面是皮革的包裹 蒸起来也是非常不错 然后打开之后内部有个USB和TFC的接口 然后里面都是用了直中的包裹 OK 当然再来说一下我前方这个方向盘 其实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捷豹家族式的方向盘 用了很多高亮黑的饰板和这种银色的世代去做点缀 看起来还是很有运动氛围的 所以给它一个西装暴徒的称号 我觉得也是不为过的 OK 然后整个前排这个座椅 其实打孔的皮革 坐椅加热坐椅通风都是有的 然后摸起来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整个靠背的上方 你看还有这种类似于蜂窝的一个造型 还是很有这种高级感给到你的 然后头枕上面也有小包子的一个logo 这一点挡子感还是给你营造的非常不错的 3100毫米的轴距 给这台XFL的后排提供了非常宽敞的一个腿部空间 你看整个腿部空间都 大家在镜头里面都能看到 OK 然后头顶上的话有一个分段式的天窗 所以整个头部的开扬感是非常不错的 只不过对于这种行政级的车型而已 你看中间这个巨大的凸起来是无可避免的 同级别很多车型都这样 所以老张的建议就是后排的话 挤两个成年人就可以了 带个小朋友也可以 要挤三个成年人的话 真的有点累 然后后排的话 因为我们这台是顶配的车型 所以它也有独立的控调控制区 而且两张座椅选装了很多的功能 那么这些功能都是在左右的门板的下方 它有这种一键的按摩 还有腰靠什么的 都是可以在这个上面去调节的 都是电动的 这一点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然后我看一下中央 把中央这个扶手放下来 这个也是和很多行政级的车型一样的 只不过除了前方两个背架之外 它这里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面板 我觉得这个其实 我觉得设计的挺有新意的 因为很多车型的话 它就给你两个口 那如果我上车没有带充电线的话 就很麻烦 这个无线充电面板是要点个赞的 然后后方还有一个储物的空间 里面都是用植绒的包裹 这毕竟是一台捷豹的XFL 用上一些高档材料 我觉得是应该的 然后后排两张左右两张座椅 它的头整 也相对来说 你看还加了这个可调节的护翼 也就是说还是非常舒服的 这个跟目前现在很多行政级的轿车 都有相同的一个配置 所以整个后排的一个乘坐体验 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现在国内销售的国产的捷豹XFL 全系都是2.0T的发动机 全系也都是标配了81T的变速箱 不过这台2.0T发动机 一共有三个动力的调校 分别是 最大功率是200马力 250马力和300马力 我们实拍的这台顶配车型 就是2.0T300马力的一个输出 其实刚刚老张 因为这是一台试驾车 也在它的圆区里面开了一圈 我觉得300马力有点过剩了 其实大家如果预算不是特别的充足的话 其实250马力的那款车型 更加适合日常的使用 捷豹XFL车型 经常被人称作为双面绅士 它可以逼并有礼 也可以激情试色 如何去掌控呢 就在你的脚下 而如今 国产之后的捷豹XFL车型 更加的具有性价比 整体的价格下探的 也成为很多消费者的选择 如果未来你想买一台中大型的轿车 并且带有一定的商务属性 你会选择它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最后感谢一下上海真华天北 露虎捷报CSD提供的拍摄车辆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